我们看很多的电影 很多黑社会老大都出来做坏事 卖毒品 他也是觉得说 我做这个缺德 我差不多赚起来可以 我要开始做善事 我要修身养性 你要给自己有一个进程 特别已经进入中老年的 中老年的人 你只剩下人生后面的修行阶段 这个已经不能有闪失了 人生末端的修行没有把持好 你很容易再来轮回 再来轮回 你就有很多问题 就有很多的麻烦在等你了 你看我以前学佛的时候 教我大圣经典的法师的父亲 会看因果 那我不是有一个老师兄 他现在是中医博士了 他去找法师的父亲给他看因果 一看就说 你这人带24个冤亲来投胎 你人生有三个冤亲 就是仇恨特别大的 你人生差不多就会摇摇摆摆 他有24个冤亲 他师公跟他讲 要学面相 要看人家 我们佛教徒怎么去学面相 他说他这个人特立 有24个仇怨的人在等他 然后你要看得懂 要能明辨中间善恶 不然你人生会有很大的逆境 事实证明我这个老师兄今年已经60了 他已经风雨飘摇 有非常大的逆境 这是我们的亲眼所见 他要是不会看人 台湾话有一句叫什么 你看不懂这个人你先死一半 那在佛法来讲 讲的究竟叫什么 要有智慧 要有世间的智慧 要出世间的智慧 那世间和出世间的智慧 从佛法里修得 从听闻佛法里面来累积 所以菩萨三会也第一个 闻思修叫三会 第一个就是闻会 常常听闻佛法 拉里拉扎的 错误的 偏差的 似是而非的 你一句都不要听 那就像是清静的湖水中 被你丢了一堆垃圾进去 所以你要能够净化自己的脑海 净化自己的智慧海 你才能累积自己的智慧